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的时间里 几百年的技术当中 凡是有大地震的时候 都出过日环石或者日泉石 日泉石没无所谓 主要是日泉石跟日环石 中国比较 我们这五十年来记得比较深的 1976年跟2008年 当时中国都出现了日环石 它就这么一个吻合的概念 但时间不是重叠的 不是说出日环石的时候就一定地震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并没有地震 因为很多人把地震跟三峡大坝连在了一起 那另外一个就是从时间的角度在核算上 有人说这应该是环雅文化当中讲的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也没有看到 人家那个算法也不灵了 那在诸多的这个说法中 包括它是夏至 夏至呢 就跟端午节中间基本上是相连的 还有一个是阴历的五月初一 多少个日子凑在了一起 还是习近平执政的七年七个月七天 都没做下 都没 你看没有看出 没有看出任何太多的变化 这是我们原来也跟大家解释过另外一个概念 这一切呢 预言的一切 或者说看到的一切 有它的合理性 又有它的失去了本身未来的准确性 原因就是说 在这样大的变更的过程中 特别是出现这种 在人类历史上都认为是一种 对人的一种惩罚的全球性的大瘟疫的背景之下 一些预言的本身就失去了它的准头 网上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三峡大坝 我刚才讲了 说可能有地震 地震会把大坝震坏的 有人接受 有人不接受 三峡大坝没有防洪的 无法防洪 万一溃低 大水会直冲到上海 我们原来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过 有些人呢 不一定接受 说你不能按照一立方米一吨水去算水的压力 可能吧 从物理的角度来讲 我个人觉得可能人家说的对 我说的不对了 我只能说从物理的角度上说 为什么呢 那就像我们解释似的 如果你很多人懂得练功夫这东西 你真的练的百脉结通 你自己就能飘起来 那地心引力在哪呢 你自己飘起来 可是你上秤去腰的时候你可有分量 你可不是没分量 那如果你有分量是不是就应该有地心引力 万有引力啊 它为什么又起来啊 我觉得是类似的 我个人觉得是类似的 所以有时候想想的比较麻烦 就像我刚才说的 很多人站在自以为是的知识上 他品味不到生命的内在东西 生命内在东西不是用度量这么量出来的 王维洛 王维洛早在2018年就对三峡本身做出了他的论述 而三峡大坝本身从设计到施工 王维洛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整个内在东西 他自己就是水利专家 现在居住在德国 他接受大约专访时明确说三峡大坝的防洪功能根本没用 长江中下游居民尽早准备救生装备逃跑路线 一旦溃低 那洪水一直冲到上海 那洪水冲到上海 我们当时跟大家解释过水的高度 他现在水的高度149米 呃大坝上面的水位跟大坝下面的 就是坝外的水位差了149米 三十六计三峡三十六计呃 揭露了三峡大坝工程论证设计 到施工质量检验都是同班人马 踢球的裁判是一拨人 呃党媒宣传具有区域发展发电航运 南水北调五大功能 呃并认为防洪功能通过检验 其实根本不具备防洪功能 呃这个说法 我我相信对很多人同样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现在大坝就放水了 昨天他爆出来大坝的大坝的这个水位超过警戒线2米 149米 呃今天报道他说呢 长江水位略有下降 就这个这个三峡水位略有下降 但是在重庆出现了80年来最大的洪水 这是对应说的 大坝的下游 湖南湖北江西都在发水 水利部长表示不乐观会有更大的洪水 大坝上游的重庆被淹 呃如果一起来上游的居民希望大坝放水 下游的居民说千万不要放水 他说这就是他没有防洪功能的原因所在 哦这就是这样的解释是一种 我以为他是解释了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现在进入了梅雨啊 进入了梅雨季节你今天到江西湖南湖北 你就往下走一直走到上海 天就老下了雨 那个雨在就在那停着大概要停40天到45天 那这个时候在四川上游如果下大雨的话 他放不放水 而我以为十有八九才会放水啊啊十有八九会放水 因为他宁肯淹了湖南湖北他也不愿意让大坝决堤 这个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存在 而且他特别提到前正英张光斗等负责大坝设计的质量检测的 当时写给三峡大坝的建筑工程的副主席郭树言 实际上三峡大坝的品质质量并没有像我们写的那么好 三峡的质量是一般的 因为建造太快时间太短 那钱正英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活着了 这是原来的中共的水利部部长 这是我们看到大坝的故事 大坝到现在28年 从他开始从他开始建到现在28年 比起坝体变形 他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渗透 楼椅之躯就可以摧毁到大坝 这是古迅 那这里他讲的渗透应该就这个 他原来就提过类似的 他就是说他是靠大水泥块堆起来的 那水泥块之间的肯定肯定是灌浆楼 灌水泥浆楼 我想能够灌水泥浆 咱也不知道他在水下怎么去灌水泥浆 那他是这么堆起来的 所以他讲的渗透就这样的分 我以为就这样的缝隙 他怎么去处理 坝体船渣四周的渗透问题相当不乐观 施工最差 一位最大的所在就是当时武警部队负责船渣工程 一旦溃堤 大坝以下到上海 出海口都全部完蛋 所以各位准备逃生 溃堤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他就是140多米高 水墙往下走 人家说你这个不科学 那你怎么证明他不会 我就问你 你怎么证明他不会 就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重庆遭遇了这个 应该是1940年以来 已经40年他有记载 地方志里头应该有 那1940年以来最大的洪水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张 苹果日报拍的照片 基本一楼全都进水了 他说水位上涨了11米 水位上涨了11米 这是重庆 那目前正在经历着 他旁边的几条江都走入到历史的高位 我们刚才在王威洛那篇采访中 他已经明确提到了现在的状况 那重庆水上来代表着整个四川 整个四川大雨到暴雨要到23号要到明天 他是从16号开始下 这是他的这是他的预期了 所以水位一直上涨 那所有这些水在三峡的背景之下 一直拥到三峡大坝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了 那你说是不是就一定溃低 不知道 我话跟你说 不知道 对不对 那溃不溃低会出现什么状况 那是神说了算 人不是人说了算 但人做任何东西都会遭到报应 这就是天理 在真正环境中 人们适应天理就没有任何忧愁 人们适天理而自我那种利益的展现 还有发不完的愁 他有发不完的愁 他有睡不着的觉 他有吃不下的饭 这是一定的 然后这期你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by bwd6